一年疏忽 初入红尘即江湖 私下环顾 满目啼笑皆孤独 寻觅追逐来路 落花残雪佛 贪恋辜辜负 归出有义无心度 多年后 故事与人非 一方江湖为一个梦 群雄竹落 一遍天地前马同行 小坦忍仲 一同天下兄弟繁目 心态因故 一世荣誉 长天温暖 难寻规 一同天下兄弟繁目 心态因故 一身荣誉 长天能够盘寻规则 歐师已战上风 其本寺方丈 也能允许天主�OTH僧自行临去 为何还要如此咄咄逼人 露燕如め ... 小僧我独自一人来到中途 就想见识一下少林寺的风范 今日见了诸位大师的言谈 见了大师们的举止 还不如南疆大理国的天龙寺 小僧我也是大大的失望啊 大理天龙寺枯荣大师 和本音方丈佛法冤身 防我世事弟子无不敬仰 出家人早已断了争强斗胜之念 国师说我少林不及天龙 起足介意 早就听闻玄渡大师的年花指 练得出神融化 好 若我今日能够得戒 那也是三生有幸了 太师傅 师傅 太师傅 太师傅 你没事吧 你怎么样了 太师傅 把这个吃掉 太师傅 千万不要运功 这样伤口会流血的 国师的年花指 如此了得劳劳拜佛 太师傅 这个人用的不是年花指 也用的不是我们佛门的武功 虚众 别瞎说 你说小僧我用的这年花指 不是佛门武功 那你把少林寺的绝学 置于何处呢 我太师傅用的就是年花指 是我们佛门正宗的武学 而你用的不是年花指 用的也不是我们佛门的武功 你承认啊 用的不是 你少林寺武功明明打不过人家 那就跟拜下风 找什么借口啊 是啊 我没有找借口 他用的不是年花指 师傅 他用的真的不是年花指 他用的不是佛门 既然打不过人家 你就回来吧 对呀 说师傅 他用的不是我们佛门的武功 他用 离退之下 他还在酒店 用的是打不过人家 对呀 你回来吧 学忠 你就回来吧 对呀 你怎么知道的 是不是啊 方长 师傅 他用的不是年花指 他用的不是我们佛门的武功 太师傅 他 他真的用的不是佛门的武功 不是佛门武功啊 太师傅 你们听我说 他真的用的不是少林的武功啊 你们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你们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我真的用的不是年花指 不是 不是少林武功 你们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你们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真的不是 不是少林武功 我 老公 許你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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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巨猪怎么会捏花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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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厉害啊 你从哪儿学的啊 这巨猪怎么会捏花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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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这巨猪怎么捏花枝 是啊 你知道吗 这么多 小和尚 功夫不错呀 那你再看看 我这招般若掌 是不是你们少林的武功 哎呀 小和尚 你用的不是少林寺的武功吧 小和尚使得不是佛门功夫啊 对啊 我到你们少林寺了 就是想领教你们少林寺的功夫 用一些旁门左道的功夫来和我对招 阿弥陀佛 国师误会了 小僧天资愚钝 入司后只学了委托长 罗汉权这种入门级的武功 小僧万万如何 不敢和国师比武 小僧冒昧了 你倒还有自知之明 直到不敌 就退下吧 是 许主 方丈师父 你是本寺第三代传人 国师万里远来 良机难逢 你便与少林寺 罗汉权与维托长的功夫 请国师指点几招吧 是 是 阿弥陀佛 来 让人 去主会不会被打扫 看吧 阿弥陀佛 ille 可 格 只到 槽 没有 存在 先 变 这下服了吧 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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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施主 施主 怎么样了 没事吧 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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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了 施主 施主 难道是被名神攻护体 吃他此拳并无大碍 受我一拳进无视 施主 不许随行退 这是多罗之法 不提然的燃木刀法 好快 前手如来掌 我真是厉害 此人自称一身兼通本派七十二门决戏 或非大年虚 虚竹仅虚一招黑虎掏心 就能应付自如 甚是难得呀 猪戆 羅涵挞的波罗秘手 大叔碑手 吟陀螺爪 向�视cor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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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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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 而且还暗藏春色 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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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卫师兄 还是先请侍摘饭吧 再做论处 少林寺处玄自备众位师兄弟外 其余众生各回僧房 徐主 惠伦 你们留下 四位女施主也稍作等待 是 四位女施主 来者何人 姑苏慕容父 原来是慕容公子 我乃丐帮弟子 本帮帮主庄俱贤 为使中原武林上下归心 不日将亲往少林 与玄辞方丈争夺武林盟主之位 特邀各位英雄各位豪杰 前往一同见证 告辞 这 这个庄俱贤好大的口气 看样子这个姓庄的武功了得 才敢叫板玄辞方丈 不过丐帮内讧 他不忙着收服帮众 反倒去招惹少林寺 未免太不明智 非爷 非爷 那一大标不是说姓庄的是个傀儡吗 帮内事务全由全冠卿掌控 想来他资历太浅难以服众 全冠卿才想出这样的办法 让他一战扬名替他立威 三弟说的有道理 公子言 现在该做何打算 本来就要去丐帮交还榜文 不如先去趟少林 看看这姓庄的到底什么来路 原来如此 若非你有此番其遇 又怎能抵得过 吐蕃国师的神通武艺 方丈师父 弟子无名障重 尘口不出 一欲外抹便把持不出 接连犯了婚戒 杀戒 酒戒 银戒 弟子还背弃本门 学恋旁门外道武功 招致四位姑娘 来我少林寺 回我少林寺清月 弟子罪大恶极 罚不胜罚 但是弟子 还是想请我佛慈悲 方丈慈悲 各位师兄师弟 虚竹有此番遭遇 伪时大义寻常 使关少林寺千百年的情欲 老衲一人不便擅自作主 邀请众位共同斟酌 启禀方丈 虚竹过失虽大 但功劳却也不小 若不是他出手镇住那番僧 本寺在武林中 哪里还有立足之地 那番僧故意败坏我少林生育 这等齐齐齐大主 权杖须逐一人挽救 依小僧之剑 命他忏悔前妃 抵消罪业 然后在达摩院中惊言武计 此后不得出四 不得过问外物 也就是了 以他武功造诣 这达摩院也是去的 但他所宣乃旁门武功 少林寺达摩院 能否荣下这旁门高手 宣财师弟 可曾细想过此节呀 以师兄之剑 那便如何 西竹有功有过 有功当奖 有过当法 那四位姑娘来到本寺 乔装为僧 并非虚竹授意 咱们坦诚向 揪魔智及神山诸位 说明真相 他们信也好 不信也罢 我们无愧于心 更不必理会 旁人妄加猜测 但虚竹他背弃本门 另学旁门武功 这少林寺 只怕是 再也容不了他 虚竹仗着自己的武功 连犯诸般戒律 本应废去他的武功 逐出山脉 怎奈 他之前的武功 早已为人化取 现在的武功 并非出自本门 咱们无权废去 方丈师父 诸位太师伯太师叔师伯 师叔师父 弟子恳请你们 慈悲开恩 给虚竹一条 重新改过之路吧 不管什么惩罚 弟子都甘心领受的 师兄 师兄诸位 不要将虚竹赶出死去 弟子求你们了 求你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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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竹 虚竹 方丈 且听老僧一言 眼前还有六件大事 尚未妥善解决 若现在将虚竹逐出死去 那可难了 师弟所说的六件大事 第一件是纠魔制未退 且二是波罗星偷盗本寺的五经 那第三件乃是丐帮新人帮主 庄俱贤 欲为武林盟主 师弟 那其余的三件 何事 何事 玄碑玄难 玄苦三位师弟的性命 阿弥陀佛 老衲 老衲只为本次方丈 于此六件大事 无一件能善为料理 为食汉颜 可虚竹身上的功夫 全是逍遥派的武学 难道我少林寺的大事 还要靠别的门牌料理不成 以方丈之鉴 该如何是好 我被揭成前辈一波 今日遭逢极大难关 以老衲之鉴 当一正道行事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倘若大家齐心尽力 得报少林清玉 那实乃我佛慈悲 若摩圣道衰 老衲与各位师兄师弟 一命互私 一身互教 这也问心无愧 少林四千百年 造福天下不浅 善缘深厚 相信 即使只是一时受挫 也不至于落得一败涂地 永无复兴之日 方丈高见 愿尊尊法旨 玄机师弟 明日一早 你来执行本司戒律 给大家一个交代 是 玄残师弟 烦请你通知吐蕃国师 与众位高僧明日 请他们到延武阁来 做个见证 是 施主 今日你大大有功 但当下 还是要以本司的清玉为重 请方丈师傅 诸位太师伯太师叔放心 明日 我绝不让外人看到我 有为所欺怜之下 让他们外人 看不起我佛门弟子 是 当之如此 该帮新任帮主亲自下书 要与少林寺一决高下 选出中原武林盟主 此事已惊动大半个中原武林 新秀白丁春秋 姑苏慕容复也已前往 阿子呢 我们的人确认过了 阿子姑娘 却与丐帮的人在一起 他们扣住了阿子姑娘 难说不是为了引大王出面 若是对方早有准备 咱们的人手不够 恐怕难有胜算 既然来了中原 免不了要见见老朋友 言语十八旗听令 即刻前往少林 救出阿子 是 是 是 吐伯国师 列位师兄师弟 少林寺须自辈弟子虚竹 身犯杀戒 银戒 酒戒 婚戒四大戒律 思学旁门别派武功 擅自出任帮派掌门人 少林寺戒律院首作玄祭 便一律成楚 不得宽戒 徐主 方丈所指罪业 你都承认吗 弟子承认 弟子罪孽深重 没有什么想辩解的 弟子甘愿受罚 徐主 擅犯 杀 银 婚 酒 四大戒律 罚你当众重打一百棍 你心服吗 弟子心服 你 为得掌门方丈及授业师父许可 擅学旁门武功 罚你废去全身少林派武功 从今而后 不再为少林派弟子 你心服吗 弟子心服 太师叔自备 可惜 就是 可是 你 一下 你可以 这 único 少林厅 意思 主人便当初教还俗 不得再为佛家弟子 从今而后 也不再为少林派僧侣了 如此处置 你心服吗 少林寺方丈大师已赐 诸位太师伯 段师兄 诸位师伯 师叔 师父 你们哥哥 对弟子恩重如山 弟子不孝 有福诸位教诲 弟子不孝 有福诸位教诲 弟子不孝 有福诸位教诲 方丈师兄 玄契师兄 依小僧所见 小佛兄迷途知返 大有悔改之意 何不再给他一条自寻之路呢 师兄指点的是 但佛门广大 天下何处不可入身 徐童 罚你破门出界 绝非对你心存恶念 断你皈依我佛之路 天下庄严宝差 何止千万 你若有心皈依三宝之念 盼你领头明寺 发红誓愿 清净身心 以早证正觉 就算不再出家为僧 也要勤修六度万行 一般也可正道 为大菩萨成佛 方丈师父教诲 许主终生不枉 慧伦 弟子在 你身为虚竹夜师 平日堕于教诲 一致今日之祸 罚你受账三十棍 入界律院面壁忏悔三年 你可心服啊 弟子 弟子幸福 他师父 弟子向其师父 受这三十丈则 既是如此 须竹 共受丈则一百三十棍 掌刑弟子取棍伺候 是 启禀方丈 各路英雄拜山求见 是 烈尾师兄 由贵宾来访 今日我寺清理门户之事 只能暂缓一步 是 徐主 徐主 你起来吧 是 师父 玄机师弟 率少林寺众弟子于老衲 出门迎客 段王爷 宣慈方丈 别来无恙啊 见过段王爷 段公子怎么不随阁下 一同前来 犬子不知身在何处 说不定还像上回一般 是 落入了奸人恶森之手 国师居然在这儿 正想向国师请教呢 段公子的下落 我倒是知道一点 不过可惜了 可惜了呀 国师此言何意 小僧初见公子 见他头角睁容 乃你们山南万千生灵之福 谁知道 他看上了一个貌美的姑娘 从此以后 这位姑娘往东 她便往东 这位姑娘往西 她便往西 什么雄心报复 都消耗殆尽了 岂不是可惜之至吗 不过 这也是你们大理断事 家风深厚 虎腹无犬子啊 是啊 这不孝子 总有些不寻常规之理 不知他现在身在何处 国师如果知道他的下落 还请明示 段王爷 段王爷 我三弟他精神焕发 身体极好 您不用担心 小兄弟 你最近见过我男孩儿 爹 爹 孩儿在此 爹爹身体可安好吗 好好好 二哥 你心有所忠 怎么又当山河上了 既然段公子在这里 那慕容施主和王姑娘也定然在附近 是 慕容施主 既然已经到达山门 为何不尽似参拜呢 哪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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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慕容公子和丁老怪 在山腰恶斗呢 被杀了丁老怪 再来少林寺 幸运如来 哈哈 丁春秋大显神功 已将慕容公子打得全无招架之功 大伙可想去瞧瞧热闹啊 王姑娘有难 我要速去营救她 好 来 丁春 这丁老怪竟敢上邵氏山来 今日人人虚当奋勇 为玄奈师兄报仇 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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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客 咱们应该先礼而后兵 众位朋友 随劳娜一起去瞧瞧 星宿派和慕容氏的高招如何 好 好 好 师父真是厉害呀 有人就能去 Kiwi 慕容得丁的 快快快 Pey至少 在那里 everybody 人 demon 那灵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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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